爱孙心切显遭骗,新北市一名欺群老妇,日前接获自称自己孙女的电话,表示需要15万资金周转,老妇因爱孙心切,没有多加确认就汇出15万元,直到隔两天打电话给孙女时,才发现受骗,赶紧向派出所报案,索性警方立即通报将汇入账户设为警示账户,才没有让新苦存的血汗前被诈骗集团体领得逞。 警方表示,老妇是在本月初接获来电,对方自称是她的孙女,因做网购生意,急需15万现金支付或款款项,老妇当下只担心孙女急需用钱,没有多加确认,便将现金汇入对方提供的账户,事后还接获嚣嚣张歹徒确认入账的电话,直到隔了两天,老妇打电话向孙女询问生意是否上轨道,才惊觉一切都是骗局,赶紧向派出所报。 警方受理后立即将老妇汇款的账号通报为警示账户,并确认款项还没被提领,成功保住老妇人的血汗前。 警方也特别呼吁,如接获疑似诈骗电话,务必详加查证,切勿心急轻易汇款,才不会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突发中心屡建豪。 新北报道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酒驾南连撞18车翻覆酒册值0.75呛拍什么,脸书呛当正节第二高中同学及报案逃警,透过母亲联系却关机新北消防局适用新利器灭火机器人助打火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 我注册https-tw.adai.ly-ml924upcsu关键字汇款诈骗警示账户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